要的60呢 来各位请看 法属呢 放在啊第33这个数字上 法属放在第33的数字上 各位看到了吗 法属放在33的这个数字上 右键点一下 有个列高 各位有没有看到 法属放在33 因为他要求在33嘛 33列好 法属放在33 这个数字上 右键点一下 选列高 来测多少呢 60 按确定 各位看到了吧 列高 打上60按确定 你会发现33特别高 有没有看到 法属放在33的数字上 法属放在33这个列号上面 右键点一下 里面就会有个列高 没有的话赶快举手 我们请助教不过去帮你看一下 是60了 好继续 然后你把 接下来 你把画面稍微放大一点 像我这样子 把部门这一格 这个画面稍微放大 按住Ctrl键滚轮往前滚 把画面放大 但你会画画画画 看他画一条斜线下来 OK吗 画面放大一点 那我们开始了 他说啊 说什么 他说在A33这一格 用绘制框线 记住等一下要找这个指令 用绘制框线的方式 来把对角线画一下 而且这条对角线 要红色的细时线 用红色的细时线 好我们先完成这个动作 来各位请看 我们哪先点到部门这一格 好我们先点到部门这一格 点到部门这一个以后 往上看 有没有看到个字形的面板 有 在字形这两个字 再对上去 就看到个框线的按钮了 有没有 他就在刚刚那个油漆桶的隔壁 而已啦 这个框线 他的旁边一个小小的往下的箭头点下去 最下面最下面 你有看到一个叫做 线条色彩 跟线条样式有看到 线条样式 他基本上已经是细时线了 我给你看 你滑鼠放在线条样式 他现在是不是已经放在细时线了 对不对 所以线条样式你就不用动他了 我们到线条色彩 红学 线条色彩你先选什么色 红色 对 所以你先去把线条色彩先选红色的话 先表 先把那个线条色彩先选红的 好 然后呢 再进来一次哦 选到颜色之后呢 再进到我们的框线进来一次 哎不用不用不用 因为我发现他已经是一支笔了 对对对 所以呢各位他可以开始画了 可以开始画了 不好意思 来各位请看 当你选了红色以后啊 你的滑鼠已经变一支笔了 来各位你注意看我放的位置 把你的笔尖尖的地方啊 就放在这个脚胶这边 各位这个脚胶看到了吗 A33左上角这个脚胶 按住滑鼠不要放 拉到右下角 直到看到这条红线的斜线出来了 看到这条红斜线出来 手才可以放开 画好了吗 我再做一次 你刚刚进去的时候要先选颜色 你选了红色之后 滑鼠就变成一支笔了 你把那个笔呢 尖尖的地方啊 先放在这个脚胶的地方 左上的这个脚胶的地方 你不要太出去哦 太出去它就变个丝 它变一个箭头 双向箭头 那就不对了 再进来一点点 哦 变在脚胶的时候 就把它按住左键 往右下角跑 一直跑一直跑 跑到右下角处 它变成一条斜线 才OK 手再放开 画错的就是你复原 再重画一次 好了哦 OK吗 好了就把键盘的ESC 各位你们键盘 左上一个ESC 把键盘的ESC点一下 那个笔就取消了 笔就消失了 你去画好了嘛 对不对 键盘的左上角有个ESC 就是取消键嘛 点一下哦 就是把那个这支笔就取消 笔就不见了 就回到我们的十字了 好 OK吗 所以刚刚这个斜线 各位画起来了吗 有哦 好 那他又说什么 接下来说什么 写信话好了哦 他说啊 请各位呢 哦 用储存格强制分行的方式 把它变成两栏的文字样式 我跟你说啦 就是要变成这样啦 看到没有 这里啦 费用栏在宾馆 部门在这边啦 右上角是费用栏 左下角是部门啦 那这有没有 他现在边做 人们看一下 来来来 现在是不是只有部门 现在只有部门两个字 所以费用啦 那三个字还没有 对不对 好 什么叫强制分行呢 我给你告诉 各位 在Excel的格子里面哦 原则上 不管怎么样都只能打一行 你打完按个Enter 一定跑到下面那一格的啦 你要怎么样强迫 他在一格里面打两行呢 注意 要用这个按钮哦 不是按钮 快速键 不是按钮哦 我按钮 这个是第二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是 你要先讓你的游標在格子裡面一閃一閃的才行 來各位你看一下 請各位把滑鼠 通常我告訴各位 你點到格子格子裡面不會有游標一閃一閃的 知道嗎 所以各位你看一下黑板 如果你直接點到東西 你直接點到格子 你直接點到格子 就開始打資料 格子裡面的東西會馬上被取代掉 被蓋掉 聽懂嗎 所以各位請注意一下 你在Excel裡面 如果要改改資料 要改那個格子的資料 我通常建議各位 你就直接點到格子以後 到上面那個資料邊直接去改 聽懂嗎 不然的話呢 如果你要直接在格子裡面改 你就是要在格子裡面快速點兩下左鍵 游標才會在格子裡面一閃一閃的 你才可以把你要改的資料打進去 這樣懂嗎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就要用這個動作 快速點兩下的動作 請你把滑鼠移到部門的 這個部的前面 把滑鼠移到部門 這個部的前面給他點兩下 讓游標在部的前面一閃一閃的 請問OK了嗎 游標現在是定位好了 好黑板跟你講用什麼快速鍵 把ALT按住不要動 按住不要放 按一下Enter 你會發現部門是跑下來了 有沒有部門是移下來 我還沒有講完 沒關係 你先看他部門有沒有下來 好 我再做一次 游標是不是在部門前面一閃一閃的了 好 你游標呢 一閃一閃的以後 先把ALT按住不要放 再點一下Enter 這時候呢 你看到部門往下跳了一行有沒有 事實上上面已經空一行 怎麼知道呢 來 你到上面點一下 你會發現 游標可以在上面一閃一閃的 快點 請你把廢用欄那三個字打進來 當你的游標可以在部門的上面一閃一閃的時候 就請你把廢用欄這三個字打進來 你們看到 你們看到 就可以在同一格裡面打兩行 它其實不只兩行啦 配好幾行 請各位記得 游標在這邊一閃一閃的時候 就在上面一閃一閃的時候 就在上面一閃一閃的時候 就打廢用欄這三個字 所以在Excel裡面啊 同一個格子裡面啊 要打兩行 要強制它分成兩行的話 請各位記得用什麼快速鍵呢 就是LT加Enter 但是喔 那是第二個動作 不要忘了我的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你不要只抄第二行 你要抄第一行 對 你如果游標沒有在游標 如果你的游標沒有在格子裡面一閃一閃的 你做這個動作不會理你 好 打完了嗎 那怎麼樣變成我們最後的結果呢 來 同學 OK了 我們就按一下Enter 把這一個完成 你費用欄三個字打完 就按一下Enter 這時候你會發現我們的紅線又跑出來了 紅色的斜線是跑出來了 好 好 同學 請讓這一格 這一格 這一格 你讓這一格靠左好嗎 靠左整個做 讓這一格靠左 是不是按這個按鈕 對齊方式裡面的靠左 按一下靠左 是不是靠左了 好 這個頭加頭啦 來 靠左了對不對 滑鼠到費用的費前面點兩下 如果呢 你的游標沒有辦法在費的前面點兩下的話 你現在裡面隨便點兩下呢 讓你的游標跑出來 然後利用滑鼠 利用那個鍵盤左右左右的方向鍵 去讓你的滑鼠停在費的前面 有不要一閃一閃一閃口盤點 好按空白鍵 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 一直按按空白鍵 到後面去 好了可以了 好 OK按个Enter结束 它就变成部门跟费用栏了 你是不是按太多空白了 那你就往前删 你往前删 你还按太多空白键了 你按太多空白键了 你往前删一下 要不然你就还原 复原后还原 Ctrl按住 点一下自己看看 所有邻居无线帮忙一下 OK吗 来一个 你OK了 你如果打的话 就要按Enter先结束 你看再回过头还点到它 因为你没有按Enter 它以为你还在打字 你要先靠左 不对 你看 来取消 按个Yes C取消 你先不要动 你先点到它 你没有看到 这边 就可以靠左了 来先靠左 有没有 再配的前面点两下 有没有一闪一闪的 再按空白键 这是前后顺序的问题 你搞混了 好 OK吗 所以它的整个程序 一格里面 你要达到这个效果 它的程序就是大概是这样子一个程序 如果你嫌部门 各位 如果你嫌部门 太左边了怎么办 部门两个字太左边了怎么办 对 很好 还是那个厉害的东西叫空白键 给它控一控控 就跑过来了 哦 空白键 空了两三格 OK了 按个Enter 那部门就卡过来 就不会靠到这个左边了 这样会了吗 哦 可以吗 搅入 镇子 镇子